我先講一下陳大葉 說他出事 那個李正浩真的也是太歸縮了 讓你多談一點 不是啊 出事是不至於啦 不過我說實在話 今天他被指控是講說 微庭都沒事 你在調通那個地方 你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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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對不對 這個調通 現在民眾黨是講說 他是做了很多好事 因為那個調通商圈發展協會 你有辦法在調通那個地方 發展協會 占有一席之地 那就是一個不簡單的人物 在調通的時候在那邊停車 幾個大汗就出來了 看你打在哪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也不是說他的形象 因為他現在說他黑底 這是不實指控嘛對不對 問題是有沒有實力 這才是重點對不對 好啦 那現在 問題是你現在的形象是怎麼樣 其實我以前遇到過很多黑道大哥 你不要以為說 你今天黑道大哥做了很多事情 加入什麼獅子會 扶人社什麼亂七八糟的 他就不是黑道大哥 對不對 因為很多事情的話 他是行善 我不知道是因為他做這些善事的話 是因為什麼 贖罪還是怎麼樣 不知道 有些是為了贖罪 對嘛 因為他看起來是大善人 可是說實在的 後來你就發現說他另外一面也是 也是也是不肯告人 很多事情都這樣 有些是因為心虛現在去做善事 對 所以我是覺得說 民眾黨為什麼會一直爆這些料出來 我就覺得說這些有爭議的人 我是勸民眾黨 我其實就很早就在講了嘛 就至少你不要讓他做黨公職嘛 對不對 你怕黨公職的話 你是要負責動員 是負責什麼活動啊 像之前就很多畫面就出來 你既然他是黨公職 他在動員 當然也是找自己的人 找自己的人都是賊龍賊王的 你說這個形象會好嗎 對不對 那柯文哲本來講說 他可以當耶穌會的有沒有 我要感化這些人對不對 那問題是我覺得 那你要不要把你們的黨 設一首歌對不對 主題曲啊 就 眼前的黑不是黑 你說的白是什麼白 黑白不分 這才是重點啊 對不對 所以柯文哲要不要做一些改變 好啦 那這個 他們民眾黨自己要去檢討這一塊 柯文哲說這些人站在我旁邊 都會變正常人 不是啦 那當然像那個呂美玲那個也是嘛 而且柯文哲自己也講了嘛 當初就是敢說 只要有心來幫忙的話 民眾黨都會感謝跟歡迎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為什麼感謝跟歡迎 突然間入黨案就停止 因為他當時有爭取他 那你爭取的話 我也很清楚嘛 因為現在民眾黨 正在發展階段 所以你現在只要有人有自卑良潮 對不對 有自帶兵馬 都來對不對 遭降納判 壯大我的黨組織 那問題是真的 這在過程之中 你會付出的代價 未來會一定比你這個動作還要多 多很多 好來講到高宏安 我覺得高宏安的個性真的 沒有因為他那個案子 在立委那個助理被起訴案子 有學乖 看起來是沒有學乖 你覺得他都沒有改變嗎 沒有學到教訓嗎 那個時候當立委的時候 是一堆助理跑出來爆料 現在當市長的時候 是一堆官員出來爆料 對 那不是都在教人 都是自己人 對不對 我就覺得說你的人和 就是出現很大問題 那我之前也講說高宏安的個性 就讓人家感覺你的傲嬌自大 對不對 你對於屬下屬關係 就是長官跟下屬的關係 你就搞到很緊張 你今天那個錢康明 對不對 他熱愛他的工作 前幾個月還在寫 對不對 就表示說你讓他當文化局長 他很高興他要做 對不對 後來就爆出來說 你安插了很多你自己的幕僚在裡面 還當了文化局的那個專員 專員只等不低嘛 對不對 你安插這麼多了 你的人 那個局長要怎麼辦事 他們就不聽這個局長的 我躲射吃素市長的 對嘛 所以你看他才會講全身而退 安全下裝嘛 不然到時候 優功沒想破壞要去背 對不對 你文化局出了什麼事情 我還要去搭那個鍋幹嘛 所以他當然想說安全下裝 那你接下來你看他 為什麼講黑色寶石集就出現過 他就告訴你這就是觀感問題 所以他心裡面打從心裡面都覺得說 你這個市長做任何事情都不避諱 對不對 公司不分 誰讓你這個勇氣說你也可以這樣 對對 所以他當然答案 那個更誇張的是蔡立青還要去按讚 對不對 而且蔡立青你看感謝這麼多人 就是沒有感謝高翁安 那表示這個長官跟不下屬的關係很緊張嘛 為什麼搞到這麼緊張 你從他立那個之前起訴書裡面 檢察官痛罵他的那件事情就知道了 對不對 你壓榨下屬 對下屬就是苛刻嘛 這就是一個冠老闆 所以大家才會質疑嘛 質疑私俗庭嘛 因為他先生就是這個建商嘛 然後現在冒出來這麼多事情 就像學偉講的 背後好像隱隱隱約都跟建商有點連結 就請教這個袁之郎 你怎麼看 當然啦 柯文哲講的也沒錯 哪一個縣市首長底下沒有換過人啊 是有換過人啊 可是換人之後 有像這麼多爭議的嗎 所以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又怎麼看民眾黨最近爭議真的冒不完呢 我是覺得柯文哲真的辛苦了啦 因為這高鴻安喔 跳脫藍綠白啦 大家都會覺得 我覺得民眾黨也會覺得他是一個頭痛人物啦 就問柯文哲就好了嘛 柯文哲自己會不會副市長沒做幾個月 然後就叫人家離開了 然後叫人家離開就算了喔 還沒有新任人選 因為一般我們 我以前以前也在市政府待過嘛 通常這種比較重要位置啊 都是你找好下一個人的 前一個人離開的時候 同時發布 上義夫副市長 因個人因素請辭 請丁學偉接任 都同時發布 因為那位置很重要嘛 那新竹市政府也只有一個副市長啊 所以就是很重要啊 就他可以先讓那個副市長離開之後 找不到人沒關係 慢慢找然後空在那邊 我就覺得蠻奇怪 文化局長也是啊 文化局長離開了 然後新任人選在哪裡 沒有啊 副局長站帶啊 所以高雯恩真的很 我只能說是這個非典型的市長 就是說他把這個市府的資源 玩得很淋漓盡致 那所謂的資源是指說人事權 以及公帑嘛 你看哪一個 柯文哲你會不會你第一年上任 你台北市都還沒有摸清楚 每個各局的業務的時候 你就一直出國的 有沒有 會不會這樣搞 去完日本 然後馬上又發一個標案說 哎呦我忘記了 我們還有一個美國姐妹室 我也要去一下 然後忙 然後就去美國了 這種通常都是怎樣 通常都是那種首長啊 已經連任兩次了 最後一年啊 想說哎呀 之後不會再做了嘛 然後利用這個機會 這個出去一下 公安線的感覺就很像這樣啊 對不對 我就覺得很奇怪 然後再來就是 你錄完耶 對 然後防止是 那個講公安不是現在也去雙城論壇 他是雙城論壇 那都是既定的行程 那不是說像姐妹室這種 不是像姐妹室這種 好像這個 而且十月十一號 不是那個貪污案 要開庭傳喚他嗎 對我他是不是為了要歸蔽那個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一般市長 是真的沒有這樣 然後然後用人嘛 剛剛講那個私塾庭 因為以前我剛好也待過 新北市民政局 民政局業務真的是蠻複雜 從生到死 然後對從那個兵葬啊 護政啊 還有區公所啊 那現在是被人家發現說 因為新竹市的調節委員會 也是在民政處 然後有人就看到 這個是最新的 這個新竹市的這個 北區調節委員會 第九屆調節委員 是在七月一號上任的 任期到六月三十二的時候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一個紅色框框框起來 這個叫做顏世昂 顏世昂 那他是誰呢 他就是私塾庭的老公啦 他是私塾庭的老公 那女兒就是老婆 在做民政處處長 然後他老公呢 誒內舉不必親 然後在做這個調節委員會的委員 這個會很重要嗎 那調節委員會委員 其實在我們地方都是那種士生啊 就是說一定經歷的 因為你要調節嘛 丁學偉跟上義福兩個吵架 兩個車禍 然後兩個人僵持不下 就要有一個人站在那邊 誒你們兩個退一步啊 議員的主任最多啦 不管是什麼 或者是律師 或者是說有一些在社會上面 社區服務很久的人 他很熱心公益 他比較知道地方式的 出來調節 那顏世昂 顏世昂據我瞭解他大概就三十幾歲 建商嘛 那他有什麼資格可以做這個調節委員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他還是 他就是民政處管的嘛 他也是民政處管的 對啊 對 然後以後就會出現一個狀況 就是調節委員會有時候會春酒啊 然後會聯誼嘛 參序嘛 民政處長來參加 夫妻 夫妻這個一起出現同臺 一對逼人 然後然後跟大家一起同歡 我就覺得 想到就覺得非常奇怪 然後最後來講一下這個呂美玲 沒想到五月份的時候就來挖腳我們了 那時候他還在國民黨啦 那要不是呂美玲後來有爭議言論 他現在就離開我們去民眾黨了 有爭議離開還不好嗎 對 現在民眾黨都不要收耶 他們原來就來挖我們的牆角 他五月就來挖腳了 現在民眾黨都不要收了 你們就趕快丟掉吧 你們要趕快收 只是我覺得那時候民眾黨的反應有點奇怪 因為那時候呂美玲在入黨的時候 民眾黨說啊 這是個資不能公布 這蠻奇怪 為什麼 因為像那時候我 我選上議員說 我們黨部是跟我要照片 貼在我們的黨部外面 宣傳 就是說不是說我長得帥了 不好意思 是說我們國民黨 沒有人誤會啊 我換你誤會 你不用這麼擔心了 沒有人誤會 不好意思 我意思是說 他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板橋多了一個業員之 民意代表 大家服務可以找他 他很棒 對不對 這有民意代表加入 這一定要大肆宣傳 那民眾黨那時候說 這是個資的問題 我也是覺得蠻有趣的 不過這個柯文哲 他這個及時踩煞車 我相信柯文哲 其實對於這個呂美玲的 爭議言論也是不認同 那這一點我們是給予尊重